大家好,我是一名大學老師 電影學者 也是台灣基進部分區的參選人 我是史維珠 我不是全國知名的社會賢達 也不是萬中選一的知識分子 跟大部分的人一樣 我一直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默默做好自己的工作 那麼,我為什麼要加入台灣基進呢? 其實在基進還不是基進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基進了 我跟現任主席王星煥 和創黨主席陳一琦 是同期在歐洲念書的留學生 我見證了這群人 在歐洲知識儲備的過程 也一起參與遊行、抗爭 在台灣社群媒體 還不怎麼關注國際新聞的時候 我們便在臉書上成立 台灣EU Watch 台灣歐洲觀察粉專 編譯了許多新聞介紹給台灣讀者 我們更是最早將法國高中哲學會考 翻譯成中文的團體 在法國念電影的時候 我也常在思考 台灣在連續被殖民的歷史裡 有沒有什麼共同的形象 可以跨越殖民的斷裂 來說明台灣電影史裡遭逢的政治、文化特性 後來我發現我找到的形象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身口分離 身口分離是台灣長久以來被殖民的一序 我們的語言、文化、認同與經驗充滿了隔閡 在不同世代之間 也彼此斷裂 所以我回到台灣後 透過自己電影的專業 以影像教育為方法 期望開拓一片能長出屬於自己文化語惠 文化理解的沃土 然而 當我們隔壁有一個虎視眈眈的惡靈 以文化交流為名 行統戰之時 發動認知戰的時候 我們該如何應對 以台灣的現狀來看 要維持穩固台灣的民主 我們必須從政策的制定、法案的推動 再一次發動台灣的文化啟蒙運動 選擇參政是因為我相信林潘龍說的 地方的革新先把清新的氣性 廣大的散布開來 百年前至今 許多投身民主運動的前輩 也都是跟你我一樣的平凡人 為了更理想的未來 才在台灣的民主歷程中留下軌跡 我會和台灣激進挺身而行 我們著眼台灣的大局 讓自己成為鞏固民主的必要條件 我是時惠竹 台灣激進部分區參選人